嗨! 花生姓你們好 美鳳好 開心來到高雄 非常開心因為台北現在下大雨 你知道一下雨了 你的心情就憂鬱 所以如果萬一等一下不小心下雨就你們帶出來 不會我覺得今天不會下雨 我們高雄很少下雨啦 而且人又很熱情對不對啊 接叫聲 對 這是我們高雄朋友的代課之道 就是讓你們覺得好爬來開萬人演唱會的感覺 太棒了真的 對 而且我覺得我剛才在後台聽啊 圓圓我都覺得好像是那種愛河音樂祭的感覺 你看旁邊唱的唱著還有愛河伴隨的你 對不對 所以今天唱抒情歌特別有感覺 那如果一點嗨的話其實也不錯 比如說那個男人 來個男人也很不賴啊對不對 其實我們會男人 會嗎 真的 我跟你講我是用功主持人 我有時候去Google一下 非常好 真的很厲害 你們會哪一種版本 我們是個抒情版的 抒情版是不是 你們知道抒情版的嗎 就是那個賽大叔的第二支單曲 叫做 Gentleman 他們會改編喔 不過在你們要來個 Gentleman 一下 先介紹一下你們團員 因為你們團員裡面比如說有材質的啦 然後有藝術家的啦 是不是有分類喔 還有宅男你是應該是 我應該是綜合體 你介紹一下團員好了啦 好 那先介紹一下我左手邊的是我們的吉他手 安仔 安仔算是宅男是他是不是 對宅男是他沒錯 你看得出來很明顯對不對 看哪裡 因為平常我們私底下在做音樂的時候 都是戴著眼鏡 所以平常很有宅男的那種氣 所以就是看著眼那個鼻子旁邊有兩槓很深的眼鏡 對眼鏡戴了很久 好 好啦你算宅男 那再來再來換其他人換其他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鼓手 維尼 維尼 維尼你是什麼宅 我應該是宅男中的霸主 比他更宅 因為你們都握在那邊做音樂對不對 對而且你知道鼓手不宅贏喔 你看大家都在前面 只有我在後面 對啊那不然你來前面好了 那當然啦 也是可以啦 好啦他據說是美男 因為他的型比較像那種漫畫裡面美男子那種 沒錯就是漫畫當中走出來的那個 好那接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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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的被子手罐頭 到底是被子手罐頭 那 是有點困難 不知道是哪一類的 你是有點困難啊 他今天應該是猛男 因為他今天穿無袖 但是猛男通常不會只有這樣 快點脫掉 而且你知道他就傳說中就是 一天只花25塊的那個人 就是他 你可以告訴我們怎麼辦到嗎 我光一杯飲料超過25塊了我 對這個就是 你要講我的傳奇嗎 講講一下 講一下 其實我在那個 我們發片的時候去電台啊 我上節目我都已經介紹過了這樣就是 那時候因為我們要審我的節省我的開銷 對 然後我就去某個亮飯店 然後買他們的大波羅麵包 喔波羅麵包 對跟我的臉一樣大 比我臉還要大 對然後它是兩顆50元 然後我一天吃一顆 哎呦好心存喔 但是其實呢事實上 一天其實吃不到EQ啦 因為我的團員也會 偷把我的來吃 哈哈 你可以泡在水裡面 泡在水要膨脹有沒有 更多飽足感 一天花8塊我跟你講 好啦換主唱你自己囉 好大家好我是花世紀的主唱子豐 耶 大家好 那這是材質的嘛對不對 因為這集裡面 你大部分也要負責一些創作啦 或什麼對不對 對其實我們就是樂團每一個人 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那我是比較主 比較是主義 就是創作 就是創作的部分都交給我 這樣 失戀要寫情歌 你就去失戀 然後你要談戀愛寫情歌 就是懷疑談戀愛這樣之類的 沒錯 哈哈 好那你們是準備好 要來的Gentlemen了嗎 Gentlemen 好啦來一小段好了 一小段好不好 Gentlemen來一下